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面面看 近年工廈投資越來越受歡迎 因為入場費低 吸引了不少投資者轉戰工廈市場 還有投資者說 比佣不要緊 最重要是找個好經紀 想知道為什麼 一起跟我們看下去 財叔 出身草根 憑物業投資殺出一片天 目前已有超過30年經驗 由本來投資住宅 現在轉戰工廈市場 已有不少物業握手 成功踏上財務自由之路 今日我們邀請這位重量級嘉賓 財叔跟我們談談 Hello 財叔 Yan 你好 知道你從小就開始投資 知道你眼光復分之獨到 因為你已有樓換樓 現在手持了不少物業 尤其是由住宅起家 但為何近年都會投資公廈市場 你又覺得公廈有甚麼優勢 或吸引到你去投資 其實是人都是的 買自住樓一定是住宅開始的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有了SSD開始 我聽了你老闆先生的講座 他就說 如果有了SSD之後 他不投資住宅 那些錢也要找地方投資 他就引用了中筆 有些錢會放在哪裏呢 應該會投資公商店 但以我們的實力 未去到這個店舖的時候 便會考慮一下公廈 所以當時開銷就留意公廈 都知道你有看過公廈市場 你又覺得未來的前景會如何呢 以及你選擇公廈的時候 你會選擇有甚麼區分或心得呢 我覺得現在很多大廈公廈都活化 或是重建 其實公廈的供應會越來越少 而且它會化完後 重建後 赤價亦會貴 所以我覺得傳統舊的公廈 始終有它的升值空間 或者其實不要說升值空間 升不升值我們不知道 一定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公廈的前景都會好一點 但是選擇區 你有沒有說自己在好哪一區 接下來的發展你自己怎樣選擇呢 其實通常我選擇區 我都會選一些低水的區 例如新潞江 浦沖和茶灣 我都會比較有興趣 因為最主要就是 例如之前一直說起動九龍東 我覺得起動九龍東後 它的租金貴了 我九龍東的人 我都想起九龍東 我可以去哪裏呢 我就一定要走過來新潞江 譬如好像荃灣葵倉 它都升完之後 即是葵倉現在相對來說 是全港最便宜的公廈 所以如果我需要租一個便宜的公廈的話 我一定是選葵倉 所以一定有它的需求 如果好像港島一樣 自從有了黃宗坑地鐵站之後 黃宗坑就升了 不過也很貴了 如果我堅持我是不想離開港島的 我只有選擇草灣小西華 所以它就一定有那個需求 所以這些區分我是覺得比較穩陣 你其實都投資了很多年了 好像有三十多年了 其實你總結了這麼多年的投資經驗來說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作用名 或者投資的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實我一向的助名就是 未算贏才算輸 即是其實 永遠是投資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你會贏多少 那你就要計算一下 就是你會輸多少 你成不成得起這個風險 即是其實在這十多年裏面 誰投資都賺錢的 所以個個都是紐神 個個都是專家的 但是在我的角度裏面 其實未經歷過97 未經歷過03 未經歷過08的話 其實你告訴我 你投資有多厲害的話 我也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你看看有多少可以經歷 而這些風浪之後 還可以押納不倒 那些我才覺得成功 那好吧 另外我也看到關於你的報道 之前也做過一些訪問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 和令我比較難忘的一句說話 就是你說要善待地產代理 那其實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深刻的印象 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令你覺得是有這樣的感受呢 其實這個善待經理人 這一個就不是我最先說的 因為當年如果有看過 《窮爸爸富爸爸》這本書 都已經知道 就是說你要作為一個投資者 第一你就要善待你的經理人 這個律師 會計師 和這個地產經紀 因為這些人其實是一些幫你去賺錢的人 如果你都不善待他的話 你又怎麼可以想你自己賺到錢 很多人經常都是 可能用家 用家可能會比較多些 買一層樓以後都不會再買那些 很多時候就想著省個佣 但可能他為了省個佣 中間很多法律程序他又不懂 買賣程序他又不懂 最後可能搞來搞去德國吉人 那些就是可能為了省少少錢 最後其實就會帶來很多麻煩 我看到這些都不少 如果你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覺得就是他幫你做了事 你給一個正常的擁控金 其實這是基本的責任 我覺得是 別人做了事 對不對 還有就是說你和他建立了關係 將來無論你要再出貨 或者再入貨的話 那些人不會肯幫你做事 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 我經常覺得就是 無論買賣也好 對經紀也好 對買家也好 對賣家也好 就是我經常都要抱一個同理心 我買東西的時候 我會想起我是一個代理 或者我是一個業主 究竟他們是怎樣想的呢 我怎樣才可以令到他們 符合到我的要求 這個才可以三爺 我永遠都不覺得是雙贏就夠 一定要三爺 就是賣家賣得開心 賣家賣得開心 A準收勇收得開心 就是這樣才可以促進整個流程 整個發展 很多人都是 被你找到有業主的電話 一定是走去戴一丟 就是直接談 但我從來一定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一做了你的名字 試過一次自己戴一丟的話 以後那些人就會很忌諱你 會破壞大家的互信 但如果你說到這麼好的代理 你如何發掘它出來呢 你如何找它出來 還有你覺得是一個好的代理呢 其實我不知是好壞還是好什麼 通常每次想在賣賣區找房子 我都會去那區 隨時走進去找幾個A準 通常我心目中就三至兩個 我走進去第一時間就看幾個盤 看完我通常都會還一個不可能的價格 就看一個agent 什麼反應 通常agent只有幾類 第一個反應會跟你說 你還這些價格是不可能的 這個agent 又不用找他 不用找了 沒有可能就去找 好了 第二個 老油條一點的 就會跟你說 有人還高過你這個價格 多少錢都不行 所以沒有可能的 既然沒有可能 又是不用找了 如果有個agent跟你說 這個價格雖然低一點 但是我也可以幫你試一下 既然他肯試的話 即是有機會 我經常覺得 你不試就沒有機會 肯試就不排除有機會 所以要找agent 就要找一個肯幫你試的agent 一個好的agent 其實他要為了業主和買家 雙方爭取利益 無論價格低、便宜、貴都好 你不知道業主的去貨生態有多急 不是 我真的很急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很便宜給我 我都肯走 因為其實坊間 經常有人覺得 地產代理有欺騙人 有這個心態 你又怎樣看呢 在我的角度 我經常覺得 一買一賣來說 其實很少是存在欺騙的 即是你自己看過那件事 你了解過你去買 它欺騙你的原因是 因為你自己做功課做不夠 你道行不夠深 又或者是你懶得 其實會被騙的 只是這些原因 聽完財宿的投資心態 一直都說要做足功課 相信他的成功不是幸運 而且強調 善待地產代理的重要性 那到底 專業的地產代理 要做甚麼準備 怎樣協助買家或者投資者 達至三贏呢 我們聽聽中原工商鋪 工商部副分區營業董事 吳樂文Raymond 怎樣說 HelloRaymond HelloYen 其實你覺得 作為一個資深的地產代理 你又覺得 怎樣幫助買家或者投資者 你自己有沒有甚麼心得 嗯 正如剛才才叔都有提及 一個地產代理能夠稱職的話 就是能夠撮合到三贏的局面 業主 投資者 買家 不是太多人有這個買賣或者租務的經驗 所以我們地產代理 就能夠提供到專業的意見 在甚麼條款去到恰談 或者當中有甚麼要注意 其實很多人第一個 關於物業看中了 我們去看的就是價錢 location 位置 看中了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去了解 關於這個物業的 例如現時有沒有一些產權負擔 接下來會不會有些維修 或者這個物業 特別是我們工商店經常會面對 就是那個定名用途有沒有違反 它的電力會是怎樣 硬件整座大廈 除了單位以外 整座大廈的配套 究竟適合甚麼用家去使用 好像才叔這樣說 剛才他提到 鼓勵投資者應該要做多些功課 現在上網有很多相關資訊 你可以看到 所以作為地產代理 我們就更加要重視 怎樣令到客戶在溝通過程中 建立到對我們的信任 這個誠信的建立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要拿一些事實 來說服對方 亦都要不要怕去到隱藏 每一個物業 他可能有相關的缺點 但是 缺點 優點 他在用的時候 投資的時候 他一定有取捨 我相信 所有客戶都可以找到一個 有誠信的代理 幫助他提供一些意見 從而作出適當的選擇 但其實坊間很多人 都會對地產代理 可能有些誤解 很多人都覺得地產代理騙人 你又覺得 因為剛才也提及過 可能會當中有些甚麼誤會 你又怎樣看 事實上 現在作為地產代理 要騙人都難 因為資訊太發達 太開放 而我也覺得 這裏我也要幫我們同業 大家說一句話 在香港做地產代理 我們是作為一個雙邊代理 我同時代表業主 同時代表買家 賣財宿華齋 當然是希望賣最好的價錢 賣那個 也希望賣最便宜的價錢 我覺得一個生意 黑談是需要有一個協調的 大家談判是一個藝術來的 怎樣能夠達至到價錢 交易的條款 令到雙方買賣 大家都覺得可以接受 這就是我們作為地產代理的 很重要的功能 聽完兩位的分享 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怎樣找好代理 幫助自己投資更順利 今集先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